哈喽,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要谈一下 还没有更年期的女人比较麻烦 还是更年期的女人比较麻烦 这个问题,如果你问男人的话 女人问男人,有的时候有点敏感 男人无论怎么大都是错的 所以你要很小心 那么如果我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更年期了之后的女人 可能会比较不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更年期了之后,无论是男女 我们看东西,分析东西 是思考东西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脑子跟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的运作方式就不一样了 我们比较变成没有这样敏感 对很多的东西是没有好像看不开 但是还没有更年期的女性呢 你要去看哦 如果聪明的男人是 你还没有结婚的话 你要先问那个女的 越精挑不挑 越精不挑的女人是 脾气比较暴躁 然后呢,比较专横霸道 或者是呢 她一时好像Rotichana 这样翻来翻去的 她的立场不定的 她一下子跟你讲 这个等下下一刻她又推翻她自己的想法 所以很难相处的 所以呢 健康的女性呢 还没有更年期之前啊 ok,越精一定要挑 越精不挑的女人很难相处的 ok,很多麻烦的 除非是你愿意当公主这样子 哎哟,傻羊 傻羊当公主 傻羊是 从年轻到老是 只有你是奴妃 她是皇太后 如果你喜欢做这个角色的话 嗯,这样子你就跟这样子的女人交往 ok 越精挑的女人 记得是比较不麻烦的女人 ok 然后更年期之后的女人 ok 性情会比较温和 比较慈祥 比较容易相处 Provided ok 她的身体的健康不会太糟糕啦 当然也有更年期过后 身体健康很糟糕的女人 嗯 她就会变成一个很恐怖的女人 所以是要小心啦 好啦 今天要讲的东西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